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听到他和足球组合在一起 成为无人机足球的课程 觉得很新奇和很有兴趣 而且参加这个课程 还可以令我在这里 认识到很多不同新的朋友 首先我们学到飞行无人机的技巧 它是我们这个课程中最基础的技巧 包括了无人机起飞降落和园停等等 还有更加高级的技巧 例如穿过对手和穿入龙门 而且我们学习了这个安全技能 它是我们这个课程中不可话缺的一部分 我们学会了在起飞之前 检查部机和进行适当的维护 确保我们飞行无人机的时候 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我认为团体合作是无人机足球课程 最关键的技能之一 无人机足球是一种 需要团体合作和沟通的运动 要成功的比赛需要良好的团体合作和默契 通过无人机足球这个课程 我们会学会如何跟队友配合 完成比赛这个任务 我觉得我最难忘的就是 其实跟我的队友一起玩 其实我如果我自己在这里学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学到那么多 是因为我的队友去帮我 和互相的帮助 怎么防守、怎么进攻、怎么进攻 慢慢大家一起进步 今天场合作是一种对三种的 我们聊天 我们乐查인 להń自将 我们站在把夜间 是 我们直接进步 我们星际鲁骑 無人機足球的活動主要是團隊的活動 他們是由三個成員組成 這三個成員之間需要非常多的溝通 非常多的合作 他們需要事前準備如何組織一個攻勢 或者組織一個防守 臨場的發揮也需要即時的溝通 所以對一些G.I.學生來說 他們可以發揮他們本身的才能之餘 還可以加強他們的溝通 這一個運動是非常適合他們